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谈一期辱华事件 而且这个辱华事件呢是辱出的新高度 确实是耐人寻味呀 而且这个辱华的人呢他也非常出名 他是海曼资本的CEO凯尔巴斯 这个凯尔巴斯呢也算是一个金融大鳄吧 他自己创办并管理的一个对冲基金 就是这个海曼资本 在美国以至全世界非常出名 他的发迹呢是2008年的时候 他准确预测到了美国将要发生次贷危机 所以他产生了一系列的神骚作 把他送上了封神之座吧 现在呢他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个金融大鳄了 但是他这个人呢是民主法治的拥护者 他是非常反对中共这种独裁统治的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 他也是在网络上高调喊出中共病毒的一个名人吧 6月20号呢他又做了一个惊人的辱华举动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一下相关的报道啊 卡尔巴斯6月20日在自己的推特上 传了一张他穿着新衣服笑得十分灿烂的照片 衣服上除了以蓝色标注的台湾 香港的地理位置外 整个中国版图也被涂成了蓝色 但并非强调台湾与香港属于中共 反而是直接将中共标识成西台湾 惹人发笑 不仅如此 他还补充这件衣服是为中国驻民大使崔天凯及中国驻民大使馆而特别定制的 更不忘标记人民日报跟胡锡进大胆的举动呀震惊了众人 所以他这个不但是辱华 而且是有新的创意 而且是一个新的高度 他呢把大陆啊标注成西台湾 所以这个呢值得我们玩味一下 实际呢以前我们都说啊 中国是西朝鲜 金三胖统治的朝鲜呢叫东朝鲜 那么我们都在说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中国正在朝鲜化 所以大家都戏称啊 中国是西朝鲜 那么这个是从这个政治概念上去说的 那么这个凯尔海曼 他把中国标注成西台湾 那么这个意思又从哪来呢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我们说中国是西朝鲜呢 我们是从这个政治概念上去说的 因为东朝鲜金三胖 人家是金家王朝呢 三代的独裁统治一脉相成 但是中共呢 他就学别人那种制度 想往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呢把中国称为西朝鲜呢 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说的 那么这个凯尔海曼 他把中共统治的大陆地区 标注成西台湾 那么这个又是从什么地方去说的呢 我们都知道呀 这个中共统治的大陆呀 曾经是中华民国统治的地区啊 按照这个正统来说 中华民国推翻了异族统治的满清 那么他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个算是正统 后来中共呢 又作为苏联的一个远东代理人呢 夺取了这块地方 现在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呀 在台湾就是余留的这么一块地方 整个大陆地区呢 按照这个国民党的说法呢 就是叫大陆沦陷区 那么凯尔巴斯啊 他这样来标注这个地图呢 我觉得他首先的意思是啊 说明你这个中共统治的地区呀 原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他肯定是有这方面的意思 另外从政治制度上呢 那这个就没法比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没有沿用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 这一点上面 是跟把这个中国呀 比作西朝鲜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意思呢 更多的是在这种 国家的归属上来表现他的 就是说这个中国呀 实际是中华民国的故国 有点这个意思 讲到这呢 就让我想起那句古词呀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兰欲窃应忧赞 只是朱眼赶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呀 就是这首诗就是表达了 对故国的怀念啊 那么我想在台湾地区啊 如果是生活在 两强统治时代的人呢 应该是有这种故国情节的 特别是从这个1949年啊 从大陆地区过去的这些人 我相信这中间呢 有很多人啊 是有大陆情节的 但是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这个80后90后呢 那肯定是倡导一种 独立自主的意识嘛 那么他们未必有这种故国情节啊 但是这个凯尔巴斯的这种表现方式啊 确实让人联想到这个方面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地区啊 是中华民国的故国 大家去想一想 尤米这方面的意思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大陆地区 标注成西台湾呢 他是不是让人想起了一种归属感 那么他又不好挑明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国大陆呢 就是中华民国的故国 所以他用了一个隐晦的 就是大陆地区是西台湾 然后你去想吧 大家如果从这个方面去想呢 他这个辱华的创意是成立的 就是大陆呀 原本是属于人家中华民国的 你谈何统一台湾呢 这个逻辑就能说得上吗 那么现在人家中华民国 既然是独立的存在 现在人家又不停来统一你大陆了 那么人家中华民国是加入联合国 还是中华民国改国号 是不是要由人家台湾地区的人民来投票决定 对不对 跟你中共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觉得凯尔巴斯这个创意呢 真是有这方面的意思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看到以后呢 我来给大家分享的 可能啊 也有一些地方呢 考虑的不周 大家如果考虑到呢 可以留言也许凯尔巴斯呢 还有别的意思 但是我想想他这样的标注 还是像我这样解释更通一点 因为从政治体制上面 这个不存在着继承性嘛 但是从这个国家的先后上面来说 那么这个是有继承性的 所以我展示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大家有更高的见解呢 可以提出来 那么我们来看他这个推文贴出来以后 网上有什么反应呢 有网友看了之后呢 忍不住回文啊 大赞他是勇敢的人 并表示 如果你站在中国的土地上 还没有被逮捕 我真的会很意外 然后呢 这个凯尔巴斯则回复说呀 应该可以说 我并不希望与一个灭绝种族的政府结盟 十分的霸气 也有不少台湾的网友啊 笑着知乎 请告诉我 哪里可以买这件地区 我要来分送亲朋好友 然后还有人说是 早辱早享受 早辱早自由 终究都是要辱华的 何不现在就辱呢 但是呢 也有网友指出啊 虽然很感谢他这样力挺台湾 只是并不想和西边那块土地呢 有任何瓜葛 除非他们愿意好好的当邻国 一看呢 就是说这种思想的人呢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讲究一个台湾的独立意识 他就没有那种雇国的概念了 但是我怎么看 卡尔巴斯的这个创意啊 都是跟那个故国有关系的 而且他这个创意呢 暗指你中国武统台湾呢 就是毫无根据的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